咖啡向来是美国人最喜爱的饮料 但是有越来越多人注意到茶的健康功效 从五星期饭店到街头小茶馆 到处都可以看到茶在美国是越来越受到欢迎了 美国王统计者岳成 现在就带我们去亲身体验美国的茶文化 拿铁 摩卡 卡布奇诺 美国人酷爱他们的咖啡 据统计 每天美国人都要喝掉大约三亿杯咖啡 说美国是地地道道的咖啡之国 大概不为过 咖啡在美国的历史远远流长 可以一直追溯到1776年的美国独立战争 在此之前 还为英国统治的早期美国定居者 还是以喝茶为主 当时的美国人像英国人一样 在17世纪中开始接触来自中国的茶叶 他们是如此喜欢饮茶 以至于他们每年喝的茶比英国人喝的还要多 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 英国决定垄断茶叶的进口 清销英属东印度公司的茶叶 并禁止殖民地贩卖所谓的私茶 为抗议这一举措 殖民地的人民开始抵制东印度公司的进口茶叶 在1773年 100多名北美殖民地民众把英国商船上的茶叶包 扔进了波士顿港湾 这个史称波士顿茶党事件的反抗举动 成为美国独立史的一个里程碑 咖啡在美国独立战争后 逐渐取代了茶叶在美国人生活中的地位 但风水轮流转 近年来 茶叶在美国大有卷土重来之势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喜欢喝茶 据美国茶叶协会统计 美国人每年喝掉28亿加仑的茶饮料 美国的茶叶销量也从1990年的10亿美元 飞速增长到了2010年的100亿美元左右 这不 著名歌星Lady Gaga也来凑热闹 走到哪里都端着她的时尚声明 茶杯 随着美国人饮茶习惯的日益成熟 美国消费者也开始从小袋的茶叶包中解放出来 把目光投向了传统产茶区出品的精品全夜茶 习惯了街头咖啡馆的美国人 开始希望品茶也同样的便利 茶馆 这一具有鲜明亚洲文化特色的消费场所 也开始出现在美国的街头巷尾 2003年 姚大全和吴洪夫妻俩 把他们商学院研究生的毕业项目变成了现实 他们在芝加哥北郊的小镇Evanston 开了一家传统的中国茶馆 茶之梦 嗨,Lisa 你好吗 我很好 我能来一杯快乐茶吗 当然 这是我最喜欢的茶 我喜欢坐下来放松一下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给顾客泡有整片茶叶的茶 他们会问 要是茶叶跑到我嘴里该怎么办啊 现在呢 这样的问题越来越少了 他们的态度是 OK,我现在坐在一个真正的中国式茶馆里 我就要像中国人一样喝茶 我从很多年前他们刚开张的时候就开始来这里了 这里的茶叶很棒 又很适合家庭活动 所以我和亲朋好友经常来这里消费 我和我的丈夫都不喝咖啡了 现在我们只喝茶 我们开玩笑说 OK,我们现在把所有的顾客都当成中国人 我们是这么喝茶的 你们也得这么喝 他们说好啊,没问题 在过去 当美国人谈到茶的时候 他们一般是指冰茶 在美国南部 这种冰茶里会放很多糖 所以又被称为甜茶 美国人习惯以泡茶包的形式喝茶 然后再往茶里放些牛奶和糖 就像在传统的英格兰一样 顺便说一句 茶包就是在美国发明的 芝加哥市中心的高档酒店 如利兹卡尔顿 四季和半岛等 都为顾客提供非常受欢迎的英式下午茶 看到一些小女孩们 第一次来喝下午茶 坐在我们摆满名贵茶具的桌边 我就会问他们 这些和你们家里的茶具 是不是一样啊 他们会很开心 这些都是很好的经历 我们这里的下午茶很棒 所有的小点心 都有我们的糕点团队手工制作 我们采用传统的制作方式 糕点上放的都是德文郡奶油 对我来说 我喜欢看到家庭成员们欢聚一堂 看到不同的人 用下午茶的方式庆祝不同的事情 这种配衣小三明治 四康松饼 奶油和糖的英式传统高茶 和日益流行的中式茶风 形成了鲜饼的对比 通常美国人喜欢在茶叶顶放很多奶油 这让他们的茶看起来好像味道浓郁 物有所值 中国茶就普通多了 颜色也淡淡的 当我们刚开张的时候 我们会对顾客说 我们这里没有牛奶和糖 什么 蜂蜜 我从来没听说过 现在这种情况没有了 你知道你要逐渐引导你的市场 现在我的顾客喝茶都不加牛奶和糖了 但他们叫我茶纳粹 这是我在爱文斯顿最喜欢的地方之一 我们喜欢在这里做做 喝一杯美妙的茶 读书 写作 画画 对这些活动来说 这是个很完美的地方 我很喜欢在这里喝茶 尤其是茉莉花茶 他们在里面加了一点橙子 很好喝 茶叶的健康功用 尤其是低咖啡因和抗氧化符合成分的含量 是让饮茶在美国日益流行的主要原因 每个人都知道绿茶的好处 它可以让你年轻 乌龙茶有助美容 普洱则对消化系统有好处 还可以降血压 整体上来说饮茶对身心都有好处 我喜欢茉莉花茶 无管它叫我的快乐茶 因为它的气味总是让我微笑 它还有抗氧化符合成分 对人很有好处 我喜欢银针茶 它味道平和 让我注意力更加集中 而且让人放松 从以前光听说过黑茶 到现在对不同茶戏如数家珍 这些美国人茶叶知识的进步 和吴红这样的茶馆主 孜孜不见的传播是分不开的 这个叫花开富贵 我对顾客说一定要小心翼翼的 因为这里面住着一个精灵 当你冲泡的时候 里面的球会打开 花朵会绽放出来 看起来很美 这是白茶的一种 甚至比绿茶还有健康功用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抗衰老的成分 这个叫龙锦茶 来自我的家乡 它以气味芬芳 味道浓郁而知名 它有着玉一样的颜色 和独特的平斩形状 从初开茶馆到现在 来自杭州的吴红 见证了美国人对饮茶 从好奇到接受的整个过程 当我们刚开茶馆的时候 人们对我们只是好奇 进来看看 觉得挺酷的 但现在人们来这里 是因为我们已经成为 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茶已经成为 他们每天都要喝的饮料 茶会有朝一日 在美国取代咖啡吗 现在还很难说 但很明显的是 茶已经在悄然改变 美国的饮食习惯 在典型的美国大街上 找到一杯有着浓郁家乡风味的 中国茶 已不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了 美国网合同记者岳成 在芝加哥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techaret了